二弟三弟 大事不好 曹曹约我明天七枚煮酒 你们说他会不会趁机干掉我 不至于吧 就大哥你这体格子还用得上酒杀 三弟 你少玩点三国杀 云长 你认为呢 如果关某猜的没错 那关某就没有猜错 如果关某没有猜错 那错的关某就没猜 云长你什么毛病 刮鬼疗伤刮到头盖骨了 别提了 自从上次军令状的事以后 二哥是一句种话都没有啊 玩不了那么多了 明天你们俩陪我一起去喝酒 那特好嘞 大哥不是我吹啊 只要具有到位 我是神党杀人佛党杀人 你能有点出息吗 他们就知道杀人 那大哥的意思是 明天你俩在外面守着 如果曹曹真动了杀机 且听我摔杯为号 届时 杀杀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给曹曹祸头求饶 我就不信了 正所谓身手不打笑脸人 他曹曹还能铁着脸杀我 硬气 大哥你可真硬气 要不你把干分人也带上 多一个人多磕一个头 你小子还真是个天才 云长你觉得怎么样 大哥有没有可能 我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可能就是 有这样一个可能 哎呀 选择 咱们今天可要好好喝一顿 请慢 曹老板 请容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剑内甘夫人 混账 甘夫人国色天香 雅量高贵 你怎么能收人家剑呢 不是 就你这个文化水平还出新书呢 剑内的意思是我这个 被剑之人的内人 有喝 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有点小吻呢 那错不了 敢问你这条犬的儿子来了没有 曹老板 她的犬子没来 哎呀 几日不见 甘夫人你的身材好像又高挑了不少 今天穿了高跟鞋 所以长了几厘米 原来如此 我啥都不穿 也能长几厘米 嘿嘿嘿嘿 夫人不要见怪 曹老板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色狼 其实他是个变态 玄德你怎么说话呢 我收留了你 你怎么说也欠我个情人 人情吧 我欠你算我的 你老盯着我夫人干嘛 我可是为了你好 这么好的夫人在你身边 耶稣都保不住 我睡的 我说的 你这话我就不乐意听啊 凭什么我就配不上好的 想玩瓷器 你有拿金刚钻吗 这俗话说的好 好酒费碗 好火费碳 好气费炕 好臣费汉 那我是 好菜费柴 我觉得曹老板说的有点道理 跟着你 连我儿时的梦想都没有实现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哥嫁你玩秀化针就行了 要啥梦想啊 玄德 你也太不尊重女人了 甘夫人 请说出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很频繁 就是当一个医生 或者是律师 再不济也能当一个老师 你这话说的 我不是都让你当过了吗 多可恨啊 玄德 我要和你联合十八晚 你这是跟我玩命呢 少废话 你能喝不能喝 若不能喝 可一只小孩那桌 若连小孩都喝之不够 可钻入桌底 与全同乐 笑话 大人我喝不过 还喝不过小孩 小孩那桌都有谁啊 曹王 曹商 蒸包 关平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